台湾发展咖啡生涯 除了有三种状态的问题 普遍正在的举海拔的环境 也是不够跟外国咖啡比评的观点 为了可以跟国家咖啡竞争的 就是这一套技术 当日国信仰的所存在 在藏家建议之地之下 也行为国内第一位采用 骨氧一套技术来拍咖啡党的农民 尽管我们在这几次用新技术 就在美国一项咖啡敏感动中 抵抗92分的过分非常热調 吹冷气的咖啡 真的是咖啡中的轨道 咖啡都所存现 为了让生产的咖啡有最好的品质 从咖啡放在咖啡里面 就由保持固定温度 来保持咖啡的品质 不然有最久品质的用心 今年它也在专家的建议下 头一百次用重炮在头的咖啡刀 才用无氧保存后多方式 没想到不但拿下今年南岛 咖啡品质的第二名 竟在参加美国一项咖啡品质中 以及拿下本期的92分冠军 就是用这种确确实实在整个风味 还有它的滑胜管 整个都有相当大的提升 尤其在它的香气 咖啡的香气 这一块在无氧化效法 确确实实提升非常多 密处理方面 还有露塞豆方面 这两种的做法 一定会再提高这个比例 无氧和皮豆一般这种用在水晰岛啊 但专家认为 扣起头的咖啡豆 更适合采用无氧方式进行厚借 你果子采了以后 密封起来嘛 就是把它 最简单就是放在厚的塑胶袋里面 密封起来 就变成无氧 所以无氧发酵的重点就是 协助厌氧的细菌取得优势 它发酵之后的风味 会跟喜欢氧气是不一样 那个水果味道 花香 水果丰富度会增加 酒香味会降低 航海中伺劣在国内提供 拍日头的咖啡豆 无氧后多的技术 没想到相当成功 它也因为 南岛团来主要咖啡山区 都在海拔四五百公尺以下 船天条件受到很多 已经在国际上流行的无氧 海拔四五百公尺 可以让国际和鼻豆 典型不一样的抵制 它这边海拔那么低的 才五百公尺 一般都要一千公尺 所以它是适合海拔低的 海拔低的是要用这个无氧日晒 会比水起来的好 所以现在就是这种 海拔低的 海拔低 标语就是原坠 油眼做不好 因为海拔低要海拔低的做法 尽量用无氧发酵 无氧发酵会增加你的丰富度 所以尤其是日晒 这个低海拔低又无氧日晒 因为在北面结架三両 要有环境都适合外国 国际和鼻子可以走成品级路线 来营造自己的特色 因此专家认为 透过不断追求 厚多技术的提升 来更补品质和红米 也较保持中心的竞争力 接着我们只要先拆放报道